我收到的訊息就是現在他們非常需要N95口罩 那N95口罩現在在市面上面也不好買 所以在第一時間我就找到了N95口罩的廠商 因為阿寶之前 他自己也有確診 他就說 家永節不管什麼醫院要你就買給他們 然後他就給我一筆錢 寶姨有喔 小愛思你還沒有喔 哈哈哈哈 家永節一週末800萬 在出手捐神器就台灣早產兒 也許我就是後面有個光環 或是翅膀什麼之類的我不知道 那就來試試看吧 然後我老公就想說 天啊可以不要再染試了嗎 你可不可以停 防疫女神家永節有出手啦 不只募資捐贈救命神器HFNC 這回還準備了新的醫療器材 新生兒急救俗醒器 希望早產寶寶們都能健康長大 去年募資至少1.51台幣算款 最近他還正式成立協會 讓老公超級擔心 一直到協會的那個公告要正式的出去的時候 他說這是你一輩子的承諾 你確定你要這樣做嗎 我就告訴他說這不是我一輩子的承諾 我說我跟你我都不會承諾一輩子了 本來就是啊 我要做這件事我只是想當下把這件事情做好 我能做多久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沒有要做一輩子 對我沒有這個承諾 然後他就翻了我個白眼 我其實真的本來是很想很震驚的說 譬如說永結童心之類的 我女兒聽到就說 拜託媽那超老派好不好 誰是永結童心啊 我當然是要跟志玲姐姐拼啦 好她是志玲姐姐 而且我就是永結美少女怎麼樣 啊 跟小孩子都一樣很愛跟志玲姐姐 真的喔 到底為什麼 你是被她傳染的事嗎 徐怡定一直都是我 最忠實的 應該是說公益好搭檔吧 其實就在兩三個禮拜前 他才跟我一起捐了一整大批的口罩 出去N95 所以我想說讓他再存一下錢 因為阿寶之前他自己也確診 他就說 姜養姐不管什麼醫院要你就買給他們 然後他就給我一筆錢 寶姨有喔 小愛思你還沒有喔 哇 你不知道現在金額還算嗎 蠻好的欸 差不多有800萬 我們是買了28台的高流量的那個 兒童的呼吸器治療 另外還有小兒的管線 捐的幾個要出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十二十四十四十六十七十六十一 十八家醫院 一抓就十八家欸 是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跟 像是第三方支付 這樣子合作 所以你的所有的金流賬款都是很明細 都是很清楚的 我沒有要讓那個錢留 停留在存款部裡 就是錢進來我就把它 我就出去了 因為我的協會其實沒有任何的營運成本 兩個會計,一個是婚紗店的會計 一個是我老公公司的會計 那你現在婚紗店的身衣還OK嗎? 就好險他們現在也比較閒 不是,什麼叫好險 像美編的部分,之前是我本人 但是後來幾次被打槍 就是有網友說那個什麼字體不一樣 天啊 其實我個人只在乎我的照片漂不漂亮 那你的善心 有沒有遇到一些就是 就是想要濫用你的善心的對象 比較不可思議的就是請我幫他繳房貸 利用就是阿姨不想努力了 還有說什麼農地變更 想要賣給我的 老房子要改建的 哦 敢不敢買草叮